The Chiang Kai Shai College Alumni Association Gondrassa COVID-19 Rights Distribution Program to District 2 of Manila was held at the Chiang Kai Shai College Naira Campus last April 21. 4月21日,福利宾中正学院校友总会联合各界校友 限爱抗疫慈善活动于Naira大学校园发放大免给民事第二区单位市民。 当前,非国新冠肺炎疫情尚未好转。 福利宾中正学院校友总会持续筹备75周年会庆, 限爱抗疫慈善活动。 郑友总会联合各界校友们于4月21日早上8时半 在Naira大学楼校园举行发放大米捐赠仪式。 会长陈建卫和副会长李锦斯等通过民事市政府 第二区122Blanai单位捐赠了13500包5公斤的大米等物资, 给民事市民提供一些利所能及的帮助。 此外,许微顺孝董捐赠了2496瓶豆浆和中正校友Numero Lim市议员 捐赠了2000公斤蔬菜,一起在母校大学楼发放给民事市民。 众议员Roland Valeriano校友Numero Lim市议员及其他六位市议员 还有122位Blanai Captain代表接受所有食品物资。 中正校董许微顺和许俊荣出席谢爱抗疫慈善捐赠仪式。 当日,经济组主任蔡培根,社工组主任许自达和蔡珊珊咨询委员 及时捐赠PPE个人防护面罩、口罩和面包。 校友总会政府总务主任蔡清柱及庄服生, 社工组政府主任许自达及马杜吉, 康乐组副主任吴敏聪, 宣传组副主任洪承德, 资讯组副主任陈嘉诚, 规章组副主任洪玉坤, 调查组副主任蔡清渊, 蔡珊珊,张昭英, 陈胜发等多位执行委员 也参加适日的活动。 同时,保安维护主任戴士杰 提供了急需的人力资源, 学校的警卫和校丁们也在现场帮忙。 深信,在大家众志诚诚, 会心俱力之下, 疫情必能早日消除。 CNTV综合报道 CNTV综合报道